嗨,你相信吗?现在AI居然能够看图思考了 没错,传说中只会对着文字侃侃而谈的前特杰皮体 现在升级出了一双慧眼,连涂鸦都难不到它 这意味着什么?难道我们随手画个火柴人,它都能读懂? 今天的视频就带你一探究竟 首先我们来说说O3到底是何方神圣 O3是OpenAI新发布的AI模型 据说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推理模型 简单打个比方,以前的前特杰皮体 就像一个知识渊博,但看不见东西的芒僧 只能听文字指令 而O3则相当于给前特杰皮体装上了一双火眼金睛 它能看图,而且能够把看到的东西融入思考过程中 OpenAI官方介绍O3不只是看图片 而是带着图片一起思考 这听起来有点玄乎 通俗点说就是你给它一张图片 它不仅能认出图片上有什么 还能像人一样根据图片去联想和推理 而且据官方的说法 就算是模糊的照片 倒过来的截图 甚至潦草的手绘草图 它都能看得明明白白 力不厉害 当然了,这里没有堆技术名词 我们只需知道 O3等于可以看图的前特杰皮体 大大拓展了AI的能力版图 从编程数学到视觉理解 它都十分的全面 对于我们这些搞设计 做IP形象和潮案的人来说 这波升级可能意味着新的创作方式 那么O3看图究竟有多聪明 让我们亲自试一试 说了这么多 眼见为始 我决定拿O3开刀 做个好玩的测试 作为一名热爱涂鸦的设计师 我半夜灵感爆棚 随手画了一只宇航喵 就是一只戴太空帽的猫咪 还拿得及他 别问我为啥 灵感来了挡不住 画风有点抽象 本人都嫌弃画得丑 结果怎么样呢 O3瞅了一眼我的涂鸦 认真的给出了分析 他描述道 看起来是一只非常酷的小猫咪 他站立着 双手抱着一把电吉他 正张嘴高歌 脑袋上戴着一顶圆圆的太空头盔 很有摇滚太空猫的味道 天哪 我画的鬼都能被他看明白 要不是亲眼所见 真不敢相信 AI已经聪明到这种程度 不仅如此 我顺便诱玩了 O3几个问题 比如 你觉得这只宇航喵 可以加点什么配饰更酷 O3还真回答了 他建议 可以从故事功能 加视觉识别度 加可玩性 三个维度来组合 这样不仅帅气 还能在后续做系列化 盲盒化时派上用场 接着 他还给出了三个组合势力 舞台模式 探险模式 节日模式 一秒变身脑洞搭档 O3还完成了更硬核的操作 手绘了一个网页草图 拍照给O3 结果 O3直接吐出了 对应的HTML代码 把手绘草图变成了真实的网页 这简直像开挂一样 通过刚才的小实验 我们已经见识了 O3的看图本领 那么问题来了 这对我们的设计有什么启发和改变 尤其是做IP机箱物 可查完设计的朋友们 O3的出现 会不会是一场设计新革命啊 1.灵感风暴加速器 还记得以前我们熬夜画草图 不断寻找灵感的痛苦吗 现在有了O3 你可以把还不成型的概念涂鸦甩给它 听它用文字把你的画面感受讲出来 能刺激出新的创意火花 就像多了一个不会累的灵感搭档 随时帮你把天马行空的想法往前推进一步 2.跨越沟通障碍 与不会画画但有创意脑洞的小伙伴来说 O3简直是福音 你可以画个极其抽象的草图 给O3 然后拿着它去跟美术部门进行沟通 再也不怕鸡同鸭讲了 设计师也能用它来跟非专业的客户进行交流 客户随便画画 AI来翻译 这样更容易抓住客户想要的东西到底是啥 3.设计迭代新助手 在IP形象设计过程中 设计师经常需要不断迭代角色细节 O3可以作为一个及时反馈工具 你把角色的初稿图传给它 问问这个形象给人的第一印象如何 有没有联想到什么 它可能会回答 它是一只圆公滚的小熊猫 有超大的圆框眼镜 给人一种爱学习 只有板轻壳的知识型熊猫 可能联想到熊猫博士 适合儿童教育 这些反馈未必百分之百采纳 但提供了不同视角的建议 帮助我们快速调整方向 4.固实和周边创意 设计一个吉祥物或潮玩角色 不只是画个形象就完事 还需要赋予它故事和性格 过去我们可能要 民思苦想角色背景 现在你可以直接把角色插画 甩给O3 问它帮这个角色 想一个有趣的背景故事 基于图像内容 AI可能会跳出一个 你从未想到的剧情 比如你画了一只 那甜甜圈的猫咪 O3可能编出 一只把甜甜圈当作 时间之环 守护的弯皮猫 如果你想偷懒 它就会拿甜甜圈 凑你脑袋 是不是很有趣 这一来我们的IP形象立马丰满起来 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 当然我们也要冷静一下 AI再强 也只是工具 不是救世主 O3目前虽然聪明 却不可能完全取代 设计师的创造力和审美 它识别图像再聪明 也需要人类来决定取舍 赋予作品灵魂 然而作为设计助手 它能让我们的创作流程 更高效 更有趣 这点毫无疑问 就好比以前我们用PS 如今我们多了个 AI搭档一起协作 革命不革命 先不下定论 但变化的序章 已经拉开 关于O3看图思考能力 以及它可能带来的设计新变化 今天就聊到这里 你觉得 AI会是设计师的灵感支援 还是挑战者呢 欢迎在评论区畅所预言 分享你的看法和脑洞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别忘了点赞 评论 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未来还有更多有趣有料的内容 等着你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